台中深耕二十幾年的老字號 橋原飯店因為不敵疫情 在今天晚間吹起席燈號 台中橋原飯店在三十日舉辦席燈儀式 現場聚集了將近百人 大家都要一起陪這個二十三年的 老字號餐館 影響他的最後一刻 就算是最後一天 橋原飯店還是展現出他的高人氣 邀請了四年前曾在橋原 舉辦婚禮的新人 再次回到現場 舉辦他們的週年紀念宴會 新娘邊致詞邊忍住不捨的眼淚 用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與飯店一同見證 值得紀念的一刻 祝生日快樂 另外準備的特別活動還有 邀請六月三十日壽星的粉絲 到現場過生日 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生日回憶 我從八歲遲到現在 我吃了十八年 會在定時期 地點再開運 謝謝大家 這個要看 看言婚啦 要和我一起 謝謝你 用自己最熱烈的掌聲 迎接橋原飯店的起子降落 代表飯店的經營就此畫下句點 也跟他說辛苦了 謝謝他陪民眾走過畢業 結婚 生日等重要時刻 也希望哪一天可以看到 到橋原飯店重新開幕 記得張一志 黃博宣台中報導